现在交通部面临的难题是 高人气的台北市长当权人柯文哲 和成功连任的宜兰县长林聪贤 都主张北移直线铁路要踩路线最短的方案 这个方案呢就是要节弯取直 节弯取直的意思就是 柯文哲他们赞成的是 这个最短方案是从台北南港直达到宜兰的头城 这距离是非常的近 全程只要39分钟 可以成功的分散北移高速公路的车流 但是问题就在于 这个要通过的是翡翠水库的集水区 在这个地方 那么中间呢必须要打通非常多的隧道 全长这个36公里当中 光是隧道就要开凿31.6公里 而且其中最长的一段比雪山隧道还要长 有13.6公里 环保团体就表示 无法接受将要去拜访柯文哲 而相对的来看交通部主张的方案 则是先从南港行津到双溪 然后再到头城 这看起来就知道是距离比较远 所以要花的时间也比较长 但是可以避开这个水库 那么通车的时间会比较长 现在各界就在问了 一个是39分钟直达 一个是稍微绕行 但是必须要47分钟 这中间的差距就是8分钟 要不要为了节省8分钟冒险去牺牲环境生态呢 铁路改建工程局就表示 原来决定是要踩交通部的方案 那么环平顺利的话 最快明年动工 预计11年之后完工通车 那么如果要重新讨论的话 恐怕会遭到强烈的反对 为了节省时间产本 柯文哲争取北夷直铁路线最短方案 不过主管单位交通部 则在今年4月就已经敲定 一庭要改 台北市长郝龙斌话说的直接 台北市政府过去 我们是针对北夷直通这件事情 经过详细的评估 我们是反对 而且是强烈反对 所以我相信柯医师如果 针对过去的状况能够了解的话 尊重专业的前置下 我相信他会做一个正确的判断 要看文哲做出正确判断 郝龙斌转头就走 一大早更在脸书上发文 曾任环保署前署长 郝龙斌不仅语重心长谈环保 更指出3月的市政会议上 北市府已经表明立场强烈反对 博客文哲认为 当初并没有做过环评 就决定路线 希望再讨论一遍 用数据来回答问题 环境保护很重要 这大概是绝对需要 但是就说 能不能再不牺牲环评 环境保护的前提之下 去寻求最高的速度 最高的效率 科学常常一直在进步 所以有时候 以前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后来因为科学进步 才变成可能 OK 所以有时候并不见得说 以前这样是 当时的时空背景 是那样考量 后来因为是技术上的进步 或是说一个方法进步 变可能 以现有方案 北夷直铁完工 台北宜兰将可缩短 30公里路程 而翡翠水库 有关大台北民生用水 换报书章表示 不论哪个方案 对地址都有影响 但支持柯文哲 让数据说话 尽管有了好客汇 但从中校西 公车专用道 到北夷直铁路线方案 前往任市长还没交接 已经先在市政议题上 频频交锋 云南tv前自刘萱 台北报道 仙 millions 啊 矿缸 各种 cont